專注力不足 多動靜 即是有兩個成分 我們多數都是在小朋友 雖然延續到食團都有 不過我想問大家 想聽什麼 想期望什麼 或者為什麼會來聽關於這個問題 隨便在椅子上大聲跳出來 成因和乳房 如果有這個問題 怎樣可以處理 除了體身吃藥 有什麼方法 管教的方法 又或者可不可以不吃藥 都可以幫到他 其他有沒有 我看一下小朋友是不是真的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 是啊 是啊 可能幫不到你 因為只可以 你聽一下 遲不遲 遲不遲 最終真的估計可能要去醫生估計 在哪裏是醫生說的 可能他最終會有這方面的知識 其他呢 沒有什麼委託 吃了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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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這裏 都是到處走 沒有好過 都是你想說的 大家想知道如何去暫定他是不是 他成因是甚麼 如何去處理醫不醫有甚麼好處不好處 最終要求診有甚麼門路 大約是這樣 近年有些說法是沒有這件事的 有些說法經常都很難 這些是我們的精神科醫生和藥廠合謀創造出來 大家可以幫助我們長期吃藥 大家都賺到錢 除了我弟弟無端端要吃藥 這些藥也可能有些禍害 我可以討論 不過你要知道我是精神科醫生 我的藥廠可能你覺得不完全認同 不過講藥廠也要有一些證據 不可以說是這樣的 好 我們都會試過這件事 轉著人頭主任 是否分開是否同時可以出現 是否一樣可以印字還是一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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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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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是 是 是 覺得很嚴重 會不會有影響 跟疫苗有沒有關係 這個是 都有人說過 就是說打得防疫這麼多 可能就是過度活著症的起因 就是這樣說 不過大部份的證據 尤其是美國醫學科學會 都發表的聲明是不關的 不過我們可以看看這些 是 你想問 有些小孩在一些處境下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有些小孩在一些處境下 在另外一個處境下沒有問題 那這個究竟是病不是病 那些什麼處境可以令到他這樣 我們說一下 後面 跟內分泌有沒有關係 跟內分泌有沒有關係 跟食物 飲食 會不會吃某些東西 吃得雪面多 或者吃得顏料的食物多 又或者吃了糖 又做什麼呢 吃了之後 它整個就 上了臉就彈起來了 大約 是 就是你說 吃了這個之後大約會做 好玩的參與 吃了藥 即是吃了藥 所以不需要這樣 我聽不到大聲 他帶了個案件之後 好玩的參與 那學校呢 會知道他有 吃了藥 我聽不到你 還有讀寫章 我看看 有讀寫章 當然 學校會給他壓力 所以他一定會有情緒 是 但是一般是學校的主張 就是教育學生 就是 是嗎 其實呢 不可能會長時間用食 帶出了很多問題 OK 即食藥應該吃多久 是否應該吃藥呢 是的 這個問題是否可以解決呢 藥品是否可以根治呢 根本就解決不了問題 解決不了當然不吃 當然 我幫助大放學 那是否可以解決呢 我們一會兒講 我們一會兒講 講一下藥品時間 好 是 吃藥品沒有餵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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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肥仔的手機 還有小肥仔 要醬 要化育 要吃肉 吃怎麼辦 OK 好 我們再跟他講 那些藥品是不常 吃藥品 好 我又聽到一個 醫生經理事 他想動 而又動不了 更加猛賊 會帶出一些情緒問題嗎 很慘 好像被人綁住 經常被人綁著 要何時才鬆綁給我 發洩一下 那麼弄得久 可能不瘋都瘋到瘋了 有這樣的想法 還有藥的份量已經加了12小時的長效 但仍然出現不聽 無心機 走來走去 其實藥有什麼用呢 有什麼方面是沒有用的 對於他而言 有什麼好處 其實他的案子是否已經罪得了 這個就是我回答你不了 這個就是你聽我講完之後 去自己反思是否 然後可能你真的要和你的醫生商量一下 或者你覺得這個醫生說是 找多一個意見 找多一個醫生看看 因為個案很難在這裡講到 不過你可以聽一下那種說法 大約是這樣 我想如果我的講座能夠 在這個講座中間已經答到大家的問題 是 即是你不吃藥就幫他去考察 是 但他有抽筋 但他有抽筋 那我夠養成是否吃 很痛餓 是 吃不吃呢 是 即是我們最生氣的 如果我忘記講 你提我一下 好 會不會說 會不會說 會不會說會不會說 會不會說會不會說 完全這樣 有 你可以有 可以有 可以沒有的 我們說都可以休記一下 其他沒有了 老爹,首先就是,唱一位小孩歌很難,有時是很容易的 有時很聰明,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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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乖 有時有些事先天,如果大家做父母 可能自己家裏面有兩個,三個,都發覺各個有些不同 不一定是李先生,都不一樣 如果他們是那些,一不一樣的媽 可能遲當點,都可能有些分別 但如果兄弟可以相差多遠 我們知道有些小孩,自小的 第一,就是那個洞,在樓上是很害怕,動得很小 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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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這些小孩是很高動的 但一些比較小的小孩,我們就說笑 你找一個奧運的運動選手,去跟一個三、四歲的小孩 他做甚麼?你跟著他做甚麼?他休息,你休息 對呀,頂不上了,有時你是奧運選手 也看得不夠,他們很激 他們很激,他們可以動得很厲害 就是跳跳跳跳跳,走來走去,說說說說說 然後如果累,他跌倒 兩分鐘又上電,又來動 我們搞不定 但我們要知道就是這樣 當我們說一個小孩是否多動 是否專注力缺乏 我們一定要從一個同年齡,同齡的比較 是否卻有力,因為我認為分析 就是因為我們訂略他 是否多動、衝動、專注力缺乏 我講了一屆的經濟 大家熟 我都有,我小時候也有過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要是跟他同年齡,和同能力的小孩 他是比較比他們更加厲害 就是一班同學內,他最重要的那個 最深散的國 不是深散的等於他有 而是多度的等於他有 這是第一點 我想一開宗明明說 當我們判斷一個小孩的國 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很多時候會比較 由於有些比較 比較容易多些 一見小孩多些就是老師 老師比較早分得出 最跳皮的兩個船班 最深散的兩個 他們分得好 我們做父母 因為我們做父母 可能我們只有那兩個 我怎樣比較 所以有時候都要看老師的觀察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其實我們說 如果我們有讀了 聽我們的精神健康或藝念 我們精神科 有一件事特別的 就是我們 要不然判斷一個病 是不是太陽 就是幾個病 所以我們都要不再做 那些人生病 有時不再做 就是我們生病 所以我們有不再生病 就是我們生病 也有不再生病 是我們生病 他就告訴拳友,我有點頭暈腳暈,他走在一邊坐下,沒有靠坐著,花蟲邊的乾, 最初他整個線都在地上,拳友就很害怕,於是就走過來找人, 我剛剛在開車,沒辦法,就回到車站,接了車去托診室。 我當時想,八十多歲,出事了,出事了,出什麼事呢,他有糖尿病的, 最輕微的出事就是血糖不足,所以頭暈腳暈,這個是最好的, 那個最重要是給血糖,給他吃了就搞定,第二就是, 可能這些最激烈的東西,可能中風,可能心臟病患, 最有可能中風,今次真的跟醫生說,他們立即吵一聲, 抽血,現在有些不用到的食物室,有些熱血, 一望,沒有低血糖,再遲兩個小時,十二部那天, 沒有低血糖,關這個事,跟著,還怕中風行駛, 好,車進去,馬上進去旁邊,電腦掃錶,過兩個小時, 還有磁力共振,再過兩個小時,做一個功能的磁力共振, 然後,他那天吃了一些,不說的那些,腳軟滑低,中風, 然後,於是,看完之後,一看了幾個照出來,好像沒有什麼事, 沒有哪裡,中風通常有,一是他本身,一是八股管流血, 他沒有,看出來又沒有八股管,他又沒有流血, 不過這樣的時候經常都是輕微中風的,於是, 那時候就把他放了,當輕微中風,就,吃那些鶴血, 這樣就,到現在就不知道什麼東西了, 那這裡,帶出來就是,他有沒有中風,他有沒有血糖低, 他有沒有血糖低,就是很壓悟的證據, 你血糖,驗出來就無低,不用, 如果你說他純粹症狀,就是他的腳要流冷汗, 所以我懷疑血糖低,這個是我外表都看的, 但驗血就是很實在,內在的, 如果他真的中風,他有腦血管往那裡塞了, 引致那個腦有個部位是壞死,一照出來就看到, 如果他真的有這個問題,又是很硬的證據, 就是他是曾經中風,他腦邊的部位受到損害, 所以他的功能就弱了,譬如嚴重的,可能本身是水, 或者手腳都會有問題,沒有, 那症狀都是像中風,於是,就算沒有照片照出來的東西, 都會有中風,這個就像我們精神科, 我們精神科的病,就是,我們是從外表看的, 你的行為,你的內心世界,你的感受, 你說得出來的東西,露出來的東西, 但不是可以用一些高科技,客觀的X綱, 未來的大小小,等等照出來,做不到, 你発覺我們所有的極限系統沒有這些, 其實我們都有做這些的,作為研究, 就告訴他們,某個病,照出來, 例如一百個沒有病, 發覺有病的人 腦部某些部位發展差異 某些人沒有病的 腦部和正常比較差異 就有一個差別 這是作為一個組群的差別 但這些差別不能令人有病沒有病 這如何可以用例子來顯示出來呢 譬如我們講香港的香港人 中國人和美國中部的人 我捉一百個美國人 一千個香港人 一千個美國人 我就量度到美國人是高過香港人兩吋 一千個裡面 平均數據 對吧 即是說如果五呎十吋和五呎八吋在我面前 我就想說五呎八吋是香港人 五呎十吋是香港人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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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真的有分別 才能夠高過我們 我們說這是有一個生理原因 有一個惡性因素 可能他們吃牛排吃得多 即是他們去美國 他們吃東西完全瘋狂 即是早餐我們三個家人吃都可以 可能他們吃得太多 會癡肥 但高度可能又不是 但也有可能是後天或天 所以我們一路講下去 你發覺我們很多時候的五呎 這個弟弟有問題 沒問題 這個人有情緒病 沒情緒病 有精神分裂 沒精神分裂 都是後果之前外表 外談 即是說得出 感受到的東西 就不是在這個裏面 找到他的血 和XCOM 或者掃描路的分裂 為什麼是定斷的 所以它有很多的悶斷 有很多的定斷 而不是可以很客觀地用一些 這跟很多病毒 他們的肺炎 我中了一份 我照片 又或者利生涵症 我直接把胃鏡放進去 掀到胃組織 出來明明清楚 是的 我們很多時候要靠他觀察到他怎麼做事 怎麼動 怎麼走 怎麼做功課 他在哪個處境 老師說是健表現 父母說是健表現 在我們面前是健表現 所以剛才有個例子 他在醫科醫生面前 是很深色的 是很厲害的 他在媽媽面前 又是很厲害的 是很深色的 在老師面前 是沒有問題的 那大家怎麼搞呢 一個可能就是 那個醫科醫生和媽媽 是容忍不了有餓的 多一點 這樣也不行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 那個老師的容忍得高得不得了 健患在場面 個個都是這麼厲害的 有另一個可能是 這個孩子做某些事 他是很專心的 他喜歡的事 他專心做 他不喜歡的事 專心不做 一般來說 我們就算講我們的小孩子 大家可能不要出來 有些小孩子 我們坐一看電視的時候 你看看什麼女人俱樂部的時候 他沒有興趣的 一有廣告 他就跳來看 廣告完他是要走的 或者有卡通他就看得快一點 那些片段的節奏是很快的 如果叫他坐著聽我說話 就已經一早沒有興趣了 兩分鐘之後就沒有興趣了 所以他們對節奏快的東西 就可以吸引 當然也有個可能就是 就是 逢親處境上有差距的 而不是到處都有的 我們有時候要想一下那個環境 有些人的因素 如果他是與生俱樂自己的問題 多些機會就是到處都有的 另外有一個 未開講這個病的事 還有一個答案 我們醫生很喜歡說 你有病 你沒有病 是非黑白很清楚 只是有或沒有 如果有醫生告訴你 你呢 很難說你沒有病 你好像病病病 又不病得完 從零數到十 我猜你也有五成是病 五成不是病 你信不信 醫生 不信 是吧 不知道是否 但現實世界 醫生很想有 血壓力 血壓高 憑血 你可否有D 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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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極端 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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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聰明 不夠聰明 我IQ75是背弱子 我IQ75 我怎麼跟一個135的打呢 打輸硬 貧血壓變高很多時候是一個程度 而那些程度我們劃分幾次 不是有時候 因為我們有其他的資料 告訴大家 如果你為什麼持續高到這麼高 你將來中風的風險會提高 你心臟的風險會提高 那些也提高 那些也提高 所以你都不如食用 我不食用了 明天不會死的 後日不會死的 一年之內出事的機會 被人勾多少倍 十年之後勾多少倍 但是不是即死了 很多時候我們有些處境是困難的 不是說有地勾 為什麼說我精神勾 就是上一頭我們說緊張 誰不緊張過 抑鬱 每個人都有些不安心過 什麼時候要我去病 到幾億才是病 我們有一個機會 尤其他的概念 其中一個概念就是 如果你那件事 令到你日常運作功能有障礙 你就是病 這是很踏實的 幫他不幫他決定 但是不一定是真的 我告訴你 我其實有一個初期男性 我現在都不知道有多精神 沒有病 精明有病狀 可不可以等於我沒有病 不是我沒有病 沒有障礙 不可以等於我沒有病 不過一般來說 我們有時就想用這個 有障礙這件事來決定 幫我們決定 去感染 去感染 那我講回小孩 講回這個病 其實由來而去 我們都知道這個小孩 是很心煞 很惡教 其中一個就是 有些家長的投訴就是 我昨晚和他溫 昨晚他還認識 一去到學校 全部都滿了 他認識的 是否木機性有問題呢 他不顧要記的東西 但是要做這件事 他就懂得 其實我們在說 有些小孩 是有這個 春春不足道的症 這個病症 基本上的概念 就是他有這個 其實我們在說 他有什麼問題 就是他有多度 衝動 專注力決法 而他的多度衝動 因為他的自我控制 是困難 自己與生俱淪 是忍不到 想做就做 要動就動 而他進來引導 他做事是沒有條理 很容易 很羨慌 忘記了這件事 論進到會點呢 做了功課 很辛苦增增到12點 做完功課 放在書房 他交功課的時候 他沒有交 忘記了交 或者他嘗試上交 他找不到 以為武大 原來是在這張書房裡面 很怕他做一些持續專注內容 要逃避 不肯努力 做什麼都很短日 所以有這個問題的小孩 不只學要上學分 也不要玩 朋友兒子不喜歡跟他玩 他玩得這麼短日 就說不玩 然後他又衝動 玩得這麼短日 跟他爭執 所以他們的問題 不單純在學業上 其實在社交上 甚至在自己的娛樂上 他玩什麼都不長 又玩什麼都不厲害 我們有時候笑 就是一個 有 過度會聽手套歌 和一個正常實力的歌 一起在足球上打球 你猜 你猜 這群當中的小孩 會不會活躍過正常小孩 都不會 大家都在球場上 怎麼會再活躍一些 但回想就是 那群正常小孩 就有一個目的 夾手壓著 把那群投球 踢入人 給那個龍門 我們這些小孩 就亂集 都不知道原來 你又要踢入對方龍門 即是他沒有那個 那個 不能夠專注到自己 在做什麼 由於這樣 他們 就會很多時候 令到他們 成長過程 都很順盡 而且 如果真的是一個病 這個病 其實我們說的是 與生俱來 由小到大 都有的 每一個人 由小到大 都沒有這個問題 到他25歲的時候 突然說 我有多動靜 我有尊豬力血佛 這個就是解答 部分剛才的問 就是 我會不會成年人 會有呢 成年人可以有 如果他有 他是由小到大 都有 是沒有好 就不是 七驚無神 現在才開始 那我剛才說的就是 我當時說 他有多動 其實 我們是說一個 他 給你出來的 其實就算 專注的血佛 我們都是 說他 他有專注的血佛 或者他有多動 或者他有衝動 我們都是說他 表面的行為 不是說一些 什麼特別的 特別的 測驗 測驗出來 又或者一些 一些嚴血 或者一個腦有什麼 七天差 不是在那裡 讀出來 只是在一個外表行為 讀出來 而這個行為 都是一個問題 其實 他是差不多 道道都是這樣 犯法都是這樣 就不會說選擇性 這裏可以 那裏不行 如果用這個 這麼嚴謹的定義 剛才那個 家長說 學校沒事 只是家裡有事 在醫生診所有一些事 可能 這個 假如我們相信 老師那個 是一個真正的觀察 這就不是一個 全面性的問題 如果不是全面性的問題 我們就會在環境上 找一個原因 就不是說 如果是自己 即自己 裡面的機器的問題 沒有理由 一度可以 一度不行 當然有些事情 我們都要再深入去考慮 如果是一些悶蛋的環境 坐在這裏 任何小學生 又轉身 無論他多正常 他一定會動的 一定會說話 一定會不耐煩 但是如果你坐在這裏看 看片子 他就沒事的 我們要針對那個 有時候看那個解釋 有時候看 我們來看 看片子 我們來看 看片子